我们讲下游乔木雅望天堂 其实上次说完之青春之后 那条视频被先留了 但是太多人跟我发私信说 要听一下游乔木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再次在这个 迅流边缘一起疯狂试探吧 今天吃点稍微四饱饭 下游乔木雅望天堂里面的 夏木是吴谦演的 朱雅旺是一个叫庐山的女孩子演的 我就直接还是用本人名字说了哈 吴谦父母跟庐山父母是世交 但是四岁那一年呢 吴谦的爸爸因为做生意失败 就寻了短见 他妈妈在不停的有人上门催债的时候 顶受不住这个精神压力 也上吊自杀了 整个自杀的场景还被吴谦给看见了 小孩子受了很大刺激 变得孤僻不爱讲话 每天就待在他的房间里面 也不愿意出准 卢谦的父母为了能让这个小孩 快点好起来 就派出了庐山去给他当家教 我不知道小说怎么描述的 这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反正在电影里面的设定 他们两个差了四岁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吴谦十二岁还是个小学生 卢山十六岁是个高一的学生 而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十二岁的吴谦正在自制一个小手枪 卢山从外面进他的房间 没有打招呼 就直接从背后把他手枪这样拿起来说 你做的是什么 好像啊 给我看一看 你叫声姐姐 我就还给你 我没礼貌 没礼貌就算了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卢山还直接对十二岁的小孩贴脸开大 说你应该还记得你妈妈最后一面是什么样子的吧 你认真的吗 他妈妈是上吊自杀的 有谁会对一个亲眼看见自己妈妈上吊自杀场景的小孩贴脸开大问 你应该还记得你妈妈最后一面是什么样子的吧 那四个人都会翻脸吧 十二岁的吴谦也确实翻脸 跳过来就要掐他 结果被卢山反手压制 还说什么 很好 会哭会闹会反抗 再也不是个木头了 我不知道其他人啊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 我能不记恨他一辈子就不错了 更别说什么爱上不爱上 反正呢 吴谦就在这个姐姐的引导下 慢慢地走出了他的房间 去感受阳光 感受人群 感受别人对他的关心 他也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个 跟他差四岁的姐姐 而且一暗恋就暗恋了六年 小孩形态的吴谦还好 但成人形态的吴谦 在看他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 就觉得哇好暧昧啊 这两个人的暧昧场景 包括但不限于什么吴谦不写作业 会被姐姐拿笔在脸上 涂猫咪的涂鸦啦 什么吴谦学画画的时候 姐姐会从后面握住他的手 教他如何握笔啦 腰累了 还会在吴谦的床上直接躺着说 我先睡一觉啦一累的 但电影里面的设定 吴谦确实是单向暗恋啊 姐姐有个新美竹马的男朋友韩庚 他刚读大学的时候 韩庚去服兵役了 他大学毕业之后 韩庚才考上军校开始读大学 也就是说在电影里面 韩庚跟吴谦是同一时间读的大学 两家人本来是默认了 庐山跟韩庚以后是一定会结婚的 直到庐山大学毕业 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 第一天上班 就为他的领导黄征派了个活 让他去甲方公司取图纸 举就取吧 到甲方公司的时候 居然还被秘书直接带到了 甲方老板的办公室 向老板亲自取 这就是女主角的待遇吗 取图纸这么简单的活 都得老板亲自对接 我看这段时候真的很疑惑 甚至怀疑庐山的领导黄征 跟这个甲方公司的老板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 信不得人的交易啊 比如说每次公司里面 有漂亮的新员工入职的时候 黄征都会随便找一个借口 把他派到甲方公司来 让这个老板直接看 直接挑 用出卖女员工色相的方式 换取一种长期合作一类的 毕竟这个甲方一见到庐山 庐山就来了段职场性骚扰 说你是拆拆公司新来的吧 气质很不错吗 先说还边上手摸了一把他的头发 你就说我的怀疑是不是还挺合理的吧 不然真的没有理由 让一个刚上班的人拿图纸 跟这么重要的人拿 但是我看到后面的时候 发现电影根本就没有这条线 这段剧情只是这个电影的一个bug吧 自从拿图纸事件之后 庐山就被这个性骚扰的富二代甲方老板给盯上了 庐山到工地检查 富二代就开了个兵力到工地来接他 庐山不肯上车 他就以停工为威胁 让庐山上车 上了车之后呢 又想约庐山吃晚饭 这个庐山说 不用了 我爸妈已经在家等我了 被拒绝之后就猛踩油门 开始飙车 边飙车边说 怎么样 刺激吧 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刺激的东西吧 真的是一个情绪极其不稳定的巅人呢 把庐山送到小区门口之后 这个富二代又跟着上去 庐山就说 你干嘛一直纠缠着我呀 结果这个富二代就抓着他肩膀说 你是逃不掉的 为什么会突然说这个词啊 上一次听到这么搞笑的词 还是张翰说的那句 你是在最无论的 只不过这两个不一样的 有一样的巅 就在富二代抓着庐山的肩膀的时候 吴谦骑了辆车冲了过来 冲到了他们的中间 这样子盯了那个富二代一眼 就把庐山给带走了 带走之后 吴谦就问他 这是谁呀 一个讨厌的人 吴谦就说 讨厌还坐他的车回来 这个时候 庐山就开始以毒乱回 说 也是 命苦啊 每天面朝滚土 背朝天 瓦坑种树 在瓦坑在种树 讲完这个莫名其妙的话之后 又把话绕回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啊 要不长大之后 就落得跟姐姐一样的下场 这啥意思啊 我没听懂这个对话 他是害怕无限担心 所以没有跟他说实话呢 还是他有什么被害者羞耻症啊 所以羞于说出那句 这是我甲方 他在信扫我 这句话 不懂 后来庐山打工的公司 跟富二代的公司 合作的项目完工 庐山的公司为了庆祝呢 就租了个别墅 搞团结 没有想到 那个别墅是富二代的 于是庐山在那里 就遇见了那个富二代 庐山就觉得 哇好烦啊 就想走 结果又被富二代追出来 半路拦截 又开始跟他纠缠 庐山就说 你到底为什么一直缠着我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 我有男朋友吗 富二代就说 这不是纠缠 我这是爱 只要我喜欢 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 为什么这个电影的台词 跟他的剧情精度不一样啊 我们精度可能刚看到30% 他这个台词的精度 感觉已经进到 百分之六七十了 所以听起来 感觉很怪 富二代边说边抓着庐山 庐山为了挣脱他 差点被旁边开了 辆车给撞到 这个时候 吴谦及时出现 把他推到了一边 自己被撞 应该是之前 庐山给吴谦发了 环境的地址 所以吴谦赶过来了 从地上爬起来之后 吴谦又跑过去 动着这个富二代 跟他讲 不许再靠近书亚望 富二代就很不屑地说 靠近了又怎样 吴谦就说 我杀了你 说完吴谦跟庐山 就回家包扎伤口去了 包扎伤口完 庐山就这样 看那个吴谦的房间 在他的书柜上面 就发现了一条 亲吻鱼的项链 吴谦就觉得 这一定是 买给女孩子的东西 就看到吴谦说 你谈恋爱了 是谁啊 说说嘛 其实这项链是 六年前 吴谦看庐山喜欢 就买下来的 想送 但一直没有机会送 吴谦就说 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两个人这样 拉拉扯扯 下一秒 哭 就倒到了床上 偶像剧必备的 经典暧昧场景 吴谦一看 气氛都到这了 要不就直接 亲下去吧 结果被庐山 给躲开了 躲开没关系啊 吴谦又趁热打铁 表白了 说我喜欢你 庐山说 你这只是依赖 我一直把你当弟弟的 吴谦就说 别说了 说完就把项链 带到了庐山的脖子上 还跟他讲 一直带着他 庐山没有拒绝 就怎么带着了 你这种不明确 拒绝的行为 不OK哦 真正的拒绝 应该是把话说死 拒绝到底 而不是这种 嘴上说着拒绝 但却绝受礼物 这种行为 跟养鱼 有什么区别啊 所以 如果有人 嘴上说着不喜欢你 但却不拒绝 你给他的礼物 或者其他一些东西的话 我只能说 你被别人当成鱼 来养了 男女都是哈 可能是之前 无前的威胁起了作用 卢山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见到过富二代 直到富二代的公司 成立30周年的活动 请了他们所有 合作伙伴公司的人 卢山跟他们同事们 也去了 跟同事吃瓜完 卢山才知道 原来这个富二代 是这家公司老板的私生子 他跌的大儿子 两年前意外死了 他才有的转正机会 这个富二代的神势背景 也是偶像剧巴伏 跌的满满的 再一次见到卢山 这个富二代还假装客气的 问他说 怎么样 过得还好吗 卢山就说 没有你的日子 非常好 这句话真的很有奇 果然 富二代就说 你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说 想我了 但怎么办呢 我并没有很想你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卢山就开始 刺激这个富二代 跟他讲说 听到你说这句话 比听到你是私生子 还让人开心呢 我没懂 好好的你惹他干好 你明明知道他是个神经病 我这不是受害者有罪论 而是幸福者退让原则 咱正常人遇到神经病 能躲就躲 保命要紧 同样的道理 你在大街上 如果遇到一些情绪激动 或者是一些故意 想要挑起争端的人 不要问不要吵 扭头就跑 虽然人力气那么重 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结果 这个神经病富二代 一受刺激 就偷偷地往 卢山的饮料里面 下了药 把卢山带回酒店房间 给侵犯了 无前之后 这件事情之后疯了 带着自己自制的小手枪 冲到了富二代的公司 碰筐就给他来了一枪 被及时赶到的 卢山给带走了 整个过程 这个富二代的公司 没有一人出来阻拦过 一个那么大的公司 安保怎么那么差啊 一个学生都能出入自由 为了不连累卢山 吴谦就自己开车逃亡了 走之前还让卢山赶紧回家 结果两天后 卢山就被警察带走问话了 一个月之后 吴谦在逃亡的路上 从电视机新闻上看到了 卢山作为嫌疑人被抓 但又因为怀孕 被驱报后审的新闻 后来卢山为了让富二代的家人 不追究吴谦的责任 好去跟他的家人谈判 说如果你们不谅解吴谦的话 我就把肚子里面的孩子打掉 结果富二代的家人就同意了 但是条件是 等富二代醒过来之后 要立刻跟他结婚 以此反对 所以当初吴谦 把那个富二代打的是 生殖器是吧 如果不留下 卢山肚子里面的孩子 他们家就会断子绝孙 所以才会同意 卢山的条件的 不知道 但我想对女主角说 清醒点吧宝贝 强奸犯应该受到的是惩罚 而不是奖励 受害者嫁给强奸犯 不止没有让这个强奸犯 受到他该有的惩罚 反而让他得到了奖励 并且你这么做 是对受害者 也就是你本人的二次伤害 你啥都没做 无欠的那一枪 也不是你让他开的 你还阻止他了呢 你凭什么最后 要为了这个男的 个人英雄主义去买单啊 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报警 你才是受害者呀 当然富二代家人提出了条件 卢山答应了 在富二代醒来出院的那一天 吴谦又出现了 他又拿着他的那个自治小手枪 指着富二代爸爸的头 把卢山给带走了 并且带着卢山去做了人留手术 一开始卢山还不肯同意的 吴谦就跟他讲说 这个小孩不能留 我现在去坐牢 顶多坐个七八年 但如果你把这个小孩生下来 你就毁了三个人的人生 你 我 还有这个孩子的 虽然我也觉得遭受侵犯之后 如果不小心怀孕了的话 最好是不要留 但是 请你搞清楚 就算卢山把这个小孩生下来了 毁了你人生的 是你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 而不是这个小孩 也不是卢山 是你自己 如果在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能够控制住你自己的情绪 支持卢山帮助他收集证据去报警 那么现在来求饶的应该是那个富二代 而不是让卢山在背负着受侵犯的心理压力的同时 还需要再去背负一个 他觉得你为了他毁了人生的心理压力 虽然这个根本跟他没有关系 做完人留 吴谦就去自首了 被判了七年 后来卢山决定勇敢地站出来控诉富二代强奸 成功地让这个富二代被判了十年 听起来大快人心 只是卢山觉得他没有办法再跟他的青梅竹马的男朋友 韩庚在一起 因为他觉得对不起吴谦 所以他要等吴谦出来 跟他在一起 电影的最后一幕就是卢山跟韩庚分别 坐上火车去往远方 道理我都懂 但我觉得大可不必 电影里面有一幕是卢山去监狱看望吴谦 边哭边对他说对不起的画面 我想说宝贝 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被侵犯不是你的错 吴谦去开枪打人也不是你的错 他现在坐牢更不是你的错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你能够站出来只认侵犯者的罪行 就已经足够勇敢了 你不需要再背负这些愧疚 还因此搭上你的整个人生 你一直跟别人说对不起 那谁又来跟你说一句对不起呢 况且被侵犯不应该成为你的人生污点 应该成为侵犯者的人生污点 如果这个社会因此让你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那你一定要坚信 是这个社会病了 而不是你 这个电影可能比较古早啊 所以电影里面充满了各种 男女视角父权台词 让人看得非常的不适 整个电影的剧情又非常的颠 就是一个自我感动 加个人英雄主义的人 毁了三个人的人生 最后一切的恶果 居然还让什么都没有做错的 受害者承担了的故事 还试图通过塑造男性角色 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及时出现保护女性的形象 弱化女性 却忘了女性需要的并不是像附属品一样被保护 女性需要的是尊重 不要说什么女子本弱 女子本不弱 是很多的这些莫名其妙的小说影视作品 把我们塑造的很弱 把我们塑造成一个需要被男性保护的形象 我们不需要 我们需要的是平等 我们需要的是尊重 还有啊 这个电影还说是什么虐恋 我觉得这根本不是虐恋 这是女的教育班 因为这个电影最后的落点落在了 她为了我打伤了人 坐了牢 毁了整个人生 所以我要以生相许 不 所有女孩听我说 拒绝荡妇羞辱 拒绝被害者羞耻 无论何时何地 被侵犯的人都没有错 拒绝道德绑架 拒绝愧就是关系 一切自我感动 与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 都与你无关 一切打着为了你 因为你好的旗号的 都是道德绑架 或者情感绑架 不要因为愧疚感而进入一段关系 愧疚感维持不了一段关系 它只会毁了你 最后的最后 真正的爱很稀少 所以我们要保持警惕 注意分辨 保护自己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